我是短娘 短娘? 这短娘 我全部 不是人非 她的泪水忍不住打湿眼眶 这是第一次有人为她的琴声落泪 润福拦住了丁香的去路 希望能够用所有积蓄换的丁香再演奏一曲 听闻润福明天就会失去双手 丁香的眼眸中浮现出一丝不忍 她答应了润福的请求 这一夜似乎无比漫长 美人就在自己眼前 润福在纸上纵情挥沫 第二天就是花束行刑的日子 润福想起昨夜丁香给她的建议 她决定为自己的前途去求金红道 经过昨夜的相处 丁香心中对润福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看着润福笔下认真谈情的自己 她的脸上浮现出甜蜜的笑容 主上赵建金红道询问结果 谈话间难掩内心的惋惜 润福表示自己一定会承担责任 可是画画是她的毕生追求 她实在难以放弃 金红道心中早已经有了打算 她并没有立即答应润福的请求 而是让她去帮自己取一些东西 她早已经为润福安排好了逃生之路 让润福到平阳找郭氏 金红道甘愿让润福独自逃生 金红道甘愿让润福独自逃生 自己则选择留下承担所有 很快到了行刑的时刻 所有人都密切关注这件事情的结果 大飞娘娘更是亲自坐在刑场观看刑罚 大家都在等着金红道说出她的答案 她回头看了一眼深厚的画生们 原来两人的谈话被润福的哥哥永福听到了 她肯求金红道能够让自己顶罪 镜红道表示对方只是一个拥有梦想的画生 这样的处罚实在是太不人道了 她没有推出无辜的勇服顶罪 而是选择接受被废掉双手的刑罚 即使内心充满恐惧她也没有丝毫退缩 大飞娘娘当即决定执行处罚 信号苍天有眼 绳索并没有被完全砍断 此时润福突然推开门看到这一幕 原来她在路上的时候想明白了一切 金红道早已为她做好了逃生的打算 润福拼命想要救下金红道 她决定承认自己才是那个作画之人 永福也已经猜到了润福的意图 两人真抢着表明自己才是作画之人 为了保护对方甘愿失去生命 金红道无法说出真相 正当掌刑官宣布继续行刑的时候 主上终于赶到了心肠 这件事情已经闹成了这样 她希望大飞娘娘不要牵扯无辜的人了 主上单独和大飞娘娘交谈 言语间提及了她耳后的那颗红痣 大飞娘娘明白主上已经猜出了事实 只好答应她的要求不再追究 此时恰巧天降甘领 三人终于不必遭受掌破之刑 可惜永福承担了画下春宫图的罪名 从此之后她被逐出画述 发配到最低级的丹青室 愧疚几乎将润服的内心淹没 她被分之下举起石头 将自己的手砸伤